我們剛剛切出來的結果 零的話 有沒有在這邊這個地方零就是 第一有沒有實際上就是豆點隔開的地方 1234所以總共會有五個資料 那再來的話就是分別把它輸出所以將來如果要輸出的話基本上 就是利用這樣的可以把它輸出後面 後面就跑完就 就會看到我們要的結果 分別輸出 可以看到輸出結果大概是這樣的 底下的話你會發現他就跑 每一個每一個一個把它輸出 所以如果說你對於那個變數裡面內容不清楚的話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你可以射中斷點 再利用除錯模式 可以看一下觀察一下變數的變化OK 那最後的話 因為這一題 他還要我們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那個要判斷是不是有多個 參數進來 所以多個參數進來的話 會跳到這一行並且離開 那離開的話也就是這一題 他這個地方 我們傳給他的arguments 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裡面呢 你不能有空白 也就是說他只能有一個 陣列裡面第一個 那如果說你這邊假設你多加個空白的話 他會把它視為 這個是第一個 陣列的第一個資料 那第二個資料就後面 那這樣就產生錯誤 那產生錯誤你要把它抓 catch到 並且讓程式結束掉 不要繼續跑 所以呢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去判斷呢 如果arg 他的那個lexlex 就是說他裡面陣列裡面的長度 大於1表示有兩個以上的參數的話 就必須什麼跳出 參數錯誤 字串中不得有空白 或必須以 逗點隔開 然後讓他離開 離開的話就system.is 傳入0就可以 所以直接執行 因為我中間有加空白 所以會跳到 這一行裡面輸出並且離開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程式不會很複雜 但是主要就是 利用什麼 利用主要是這個 如何去切字串 字串裡面有個方法叫splitter 然後 切割的方式在這裡 那這個 這個方法用的非常的多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203 203 如何切字串 那字串的 分隔符號使為空白的時候 那你要把 你要切的切出來 我現在就想要把 給大家看 如果你會看 這個方法 就算是 你會看